今晚迎候杨桂妹来向印第的中华生命的金会 暖个好冬、瓦冬 在这29号是南下探视地去高雄 但是农民和她的太太 当时和交到演艺的家的朋友来认观到20多年彩 当时和友在日空一起暖个好冬、瓦冬金会 跟差七下 特别希望民众可以做会来帮助给她的客户 就是家庭来贵着的和名 邦中红的太太起冰尾馆 她是客户的农民邦国庆 不然是要照顾贪婚的太太 也是要照顾高雄的父母亲 两年来的邦国庆没见过去休息 但总是六关面对小命 我都说我用我的小命故意 我真的用我的小命故意 我现在没什么玩梦 现在有玩梦 爸爸妈妈先在这儿 太太 对我来说 比较美国好 当国庆的太太 说你曾因为血糖太过嫁 做成脑部缺氧 今晚一天瘫痪 整年来都是由中华姓廟家金会 到载沐浴车帮忙贺母 从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是说 长辈只要一个礼拜洗一次 或是两次的话 对他自己的身体上面的一个情绪的部分 或者说皮肤的照顾的部分 或者是说在他的这个血液循环的部分 都有非常大的疗愈的功能 以前我对于家庭照顾这一块 其实我根本不懂也不在意 也没有注意 但是自从我妈妈生病以后中风以后 我才发觉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需要学习 然后呢也需要很坚强的 很勇敢的去面对 二十九和尚后 今晚迎后杨贵妹 特别来到家庭探视丹太太 因为丹太太是杨贵妹粉丝 今天先生握着太太的手 让我非常感动 他说牵手一辈子 然后我也跟太太说 你真的很幸福 嫁了一个好老公 那个大哥说如果我放手了 我的太太怎么办 让我很感动 所以现在我要奉劝所有的年轻人 这是我们的榜样 不要想说我们结婚嘛 其实是彼此互相走到一个 觉得可以共同生活的时候 那当一纸合约签下去结婚以后 不要轻易的说离婚 杨贵妹的合照 应该给朋友观看 任官职党的年轻 因为中华新廟的金飞 暖个好冬也在第六年 要邀请自己冠七五百 和十几点八 心中朋友围绕 帮忙菜买生活不足 总经会收了一百八十五万 但现在只没得到三生 今天就是要请大家发挥大家的爱心 来跟我们一起共襄圣职 来发挥我们大家的大爱 能够帮助他们 也能够给他们有一个很开心的过年 是我们也预告一下 就是说1月14号的时候 我们是在嘉宜市的新北平的餐厅 我们的妹姐也会来到我们围炉的现场 然后真的献身来关怀我们所服务的 这些弱势的家庭或是小朋友 中华新廟级金飞供典 民众关一千户 可以帮一位独特典牌 围炉和菜买年会 关五千户 是任何一堂围炉的餐会 三十户教皇家高兴 菜方不得